上一期秀场的时候呢 我专门做了一期是教大家在家看秀到底该看什么 但其实每一年的秀都差不多 就基本上是秀在哪办的呀 然后秀场用了哪些音乐呀 这次秀上面大概的颜色是什么 以及有哪些流行的元素和流行的单品 那今天前半部分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今年秋冬流行趋势到底都有哪些 那后半部分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要去看这些大牌时装发布他们这些秀场的话 到底来看什么 刚刚上周走完的是巴黎时装周 像我们都知道大牌LV呀 Bior啊 Chanel 爱马仕都在这个时间走过了 前段时间呢还有米兰时装周 那像当时我有分享过的 Malantino的秀啊 以及像Giorgio Armani的 我们先叫上名字的一些大牌 都有通过这个线上零看秀的方式去发布他们的新品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讲一讲巴黎时装周和几个米兰时装周的品牌 大概去铺测一下这个流行趋势 今年有几个共同的点 主要是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 基本上真的处在一种非常忧郁的 每天都人心慌慌的 而且都不知道这个状态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其实这种社会现状呢都会影响时装秀场上面的一些流行趋势的走势 刚才来跟小主聊天还在说 新一期的流行色是什么 我觉得看到最多的就是黑呀白呀 中间穿插一些稍微亮一点的颜色 就好像现在人们的心情处在那种很压抑的状态 希望生活过得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那扩型上面也是一样的 这一季呢基本上也看不到那种裹身的一些单品 更多的都是将腰线去做一些提升 然后呢整个版型变得相对的比较宽松一些 尤其是上衣外套用了很多这种大肩线的这种大扩型 让大家感受上是不一定要强调那么强烈的一个性别的差异化 那今年的很多女装品牌 其实在发布的时候 他们都会强调一种理念 那尤其像Dior 他一直强调的是这种女性力量 那今年不单单是像Dior 包括Valatino 包括爱马仕 包括Chanel 有的是向心中的那个童话故事去致敬 有的是向心中的女神去致敬 但无论是向谁致敬 他都希望传达一种女性的力量感 这种态度和精神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 如果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你要看秀到底应该看什么 首先呢就是要看秀场 那秀场包含场地 还包含秀场音乐 那就拿这次的LV举例子 今年LV的秀场选择在 卢浮宫的米开朗基罗郎 还有达鲁郎 他最终的这个整个秀场的终极 就是胜利女神雕塑 然后像Chanel呢 以往他的秀场都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但今年他们选择在一条巴黎的老街 一个很小的这个酒店里面 去做了一场有电影感很强的一场秀 总而言之每一个品牌的场地 选择都不一样 这次我最喜欢的那个秀场音乐 不得不提到真的就是Valentino 这个英国的歌手 首先声音非常非常的干净和醇厚 其次呢 他整个音乐选择就是从压抑 深沉 再慢慢慢慢轻松 从后到尾都传达一种理念 就希望大家很快能从这个压抑的状态之中 快速走出来 那Chanel的首场音乐也很好听 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是一个问句 但是呢其实也是在希望通过这场秀给大家找到一个答案 那接下来再说一说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秀场的时尚元素 比如说它用什么样的面料呀 这些秀场上都有什么样的颜色啊 以及有哪些单品在大部分的品牌的秀场上面都有出现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接下来半年全球的这个时尚的走势 首先的话呢就是模糊性别 基本上你会发现女妆里面会有很多运用到了男妆的元素 那男妆里面也会有一点点女生的元素 还有呢就是露出大肠腿 很多品牌今年都推出了迷你裙 它通过提高腰线的方式视觉提高这个身材的比例 但是基本上都是短裙的元素 还有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单品 比如说之前推出这个挂在脖子上那一口红盒还记着吧 还有很多品牌也都运用了类似的元素 比如说像Giwanshi 比如像爱马仕 它们都在脖子上挂了很多这样的单品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你想追尽流行趋势的话 不妨也考虑一下这样的单品 今年的秀场上你会发现很多的女妆品牌呢 没有大量的去推崇一种这个高跟鞋的元素 反而是出现了各种不同长度的靴子 有这种白靴 有很多都是到小腿肚的靴子 甚至还包括一些国系靴 所以接下来秋冬一定要买靴子 而且这些靴子的元素也体现出来了一种就是女性态度的力量感 大部分都是用平底靴呀 后底靴呀 甚至灵感来源于滑雪雪靴 平衡上外身单品大扩行的一个上中下轻的一个比例 以及传达着女性的态度和力量感 那第三个元素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关注 那个就是看人 人呢就包含比如说今年这个品牌 请了哪位设计师 或者是请了哪一位创意总监 还有就是秀场用了哪些模特 比如说像有些品牌 他们会在里面运用到大量的亚洲模特啊 或者说中东的模特啊 可以体现出这两个国家 或者这几个国家的客户 是他们这一季的主要目标客群 然后再说几个再具体一点的吧 今年有几场秀 其实真的挺好看的 Devore那场秀你们看了吗 虽然整个大环境都是黑压压的 但是其实里面有会发现 除了黑色的元素 还会有一些比较跳的元素在后面出现 尤其最终他那件红心的裙子 哇超显白的 真的挺好看的 那这一季呢 设计师主要是以他最爱的一些童话故事作为灵感 就还是有一种 虽然一直在强调女性力量 但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个上女心在的 这场秀里面融合了几个童话故事 比如说小红帽 然后比如说设计总监Maria 最喜欢的美女野兽 这场秀里面现场会有很多的玫瑰花的元素呀 玫瑰刺的元素呀 都有提现 还挺有意思的 Chanel呢 这一场秀就做得非常的巴黎女人 而设计师呢 是回忆起来当时跟老婆爷聊天的时候 那时候老婆爷说 以前在做秀的时候 模特都要自己穿衣服 自己化妆 没有这么多人伺候着他们 所以这场秀呢 就是模特们自己换装 自己拿衣服 然后呈现了一种后台的一个忙碌感 同时呢 还延续了上一季秀场 到现在一种家庭的感觉 整个秀场其实是很小的 最终呢 模特从房子里面走到了这个巴黎的街头 呈现了一种这种家庭派对的感觉 那今年的LV呢 是选择跟意大利的一个很有名的艺术设计工作室去合作的 这个工作室叫做Vormna Setti 好难念的 应该把音笔标准去见了 那这家设计工作室的这个创始人 他最擅长的就是将脸这个元素 刻到比如说盘子呀 然后很多不同的这个产品上 所以这一季的这个LV的秀场 就可以看到 他将大量的卢浮宫里面出现的雕像的人脸 人头都呈现在了 记忆记的服装或者说是包包单品上 今年LV的卢浮宫周边 应该是史上最贵的卢浮宫周边 你们会买吗 然后再提一下我很爱的Valentino吧 因为今年的Valentino秀呢 我是参与了它的云看秀 所以呢 今年对于Valentino秀看的特别仔细 对于这场秀还有挺多的东西 想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今年的Valentino秀 大家都会以为它这个经典的Valentino Ride 华浮宫还会出现 结果完全没有猜中 凡尔秀场上被大量的黑白两种颜色的促盖 中间呢穿插了一些别别跳跃的金属元素 仅此而已 裙子呢就像刚刚跟我说过的 就全都是迷你小短裙 然后提高了腰线 露出大肠腿 然后里面呢 运用了很多男装的元素在女装上 今年呢依然是放大版的毛病 出现在所有的服装和包包 还有鞋子上面 整个秀场给人最强烈的一个感受 就是那种Valentino再也不是以前穿着雪纺长裙的优雅女神 而更多的是有着彭克精神 有着彭克态度的这种非常坚强的女性的形象 那说到这儿呢 也不得不提一下前段时间 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上海Valentino办了一场展览叫做在权室 现在的这个设计师 也就是他们的创意总监Pierre Paulo呢 他通过这个展览想要传达的 就是这个Valentino它本身的三大元素 玫瑰 宝丁 还有这个高定精神 里面有很多品牌 富含这些元素的一些单品和珍藏的一些作品 但同时还结合了一些很现代的一些新的元素 以及他个人应该是很喜欢的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展览在上海办完之后呢 聚品牌方透露 他们今年还会将展览办到北京 时间还没有确定大概是下半年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你们很喜欢今天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哦 因为这个时尚好料是一个新的栏目 想跟大家多去分享一些关于时尚品牌的一些故事 如果说你们对那个品牌很感兴趣 或者你们很想听那个品牌的故事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吧 那我们下周再见 Bye